保险业内仍是证实,保险公司在承保或理配时,确实有黑名单,乙肝中末期患者都被聚保。 四川某人受保险和保部门负责人表示,对于乙肝患者投保,各家保险公司都会严格审核,到期乙肝患者,多数保险公司可以加费承保,而对于周末期患者,大多数公司都会聚保。 而对于乙肝功能力异常的投保人,一般就要加费了,如果高到三倍以上,通常会采取延期观察,散布成保,如果高达十倍,或者乙肝发展成小三羊,大三羊,就没机会参保了,体重或重,吸烟吃起有可能加费。 对于大体重,超重体重的人投保保险产品,保险公司相关人士表示,很大概率会被加费承保。 保险公司核保工作人员透露,虽然还没有区别吸烟者与被吸烟者来投保,但核保时,不少公司会参考其他提建指标区别对待,与吸烟者类似。 吸烟者在投保时,也会区别对待,高血支高血压投保有限制,现在不少中老年人,甚至青年人都有高血支高血压的健康问题,而对于这两类慢性疾病,保险公司在承保时,也会进行区别考量。 四川某受险公司相关负责人透露,该公司对高血支和高血压患者的投保,都有明确限制,对于已经出现血支高,但还没有发展到高血压,藏了病的,可以加费承保。 若血支指标已经显示为周末期的患者,为聚保的几率很高,对于高血压患者,保险公司多数会要求体检,根据血压程度和保,集结果主要有除外的任成保,加倍成保,延迟成保或聚保。 保险业内人士表示,汤鸟病的成保中前特别高,只要已经诊断,几乎就不可能成保重疾险了。 如有血糖代性异常,而没发展到汤鸟病,则可着一请加倍成保。 当客户的保单施效申请副效时,如果查出快汤鸟病,则通常难以副效。 网友评论遵守中华人民和国有关法律、法规、尊重网上大德、承担一切移民的行为,而直接或进行引起的法律责任。 自创销费网拥有管理笔名和留言的一切权利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